舌头都这样了 还去贱皮补皮 抓紧把贱皮丸 龟皮丸扔掉 你看舌头都这样了 还去贱皮补皮 赶紧把贱皮丸 龟皮丸都扔掉吧 这个患者主宿呀 浑身乏力 一天到晚总想躺着不想动 食欲也不好 还伴有胸闷 晚腹胀满 失眠多梦 心情烦躁 小便贫术 大便不成形的情况 他喝过不少贱皮补皮的药 比如死菌子汤 生灵白乳散 贱皮丸 平时也喝了不少贱皮去世的中药茶 但好像都没什么作用 我们来看看他的舌头 他的舌头中间有点凹陷 舌苔白而腻 两边还有齿痕 舌尖是红红的 这说明他不仅脾须 心火也挺旺的 而且他的舌尖 有点骨 舌头上还有点暗红色的点 这说明他肝气不顺 身体里还有淤血 气血不太通胀 所以才会胸闷失眠 所以他之前贱皮的方法不太对症 因为身体里的气机不顺 药效被淤血堵住了 身体吸收不了 效果自然就不好 正确的条理是疏通 应该是疏干贱皮 活血化淤 贱皮去湿 清泻腥火来同步进行